2018年一部沿袭攻略 让40岁的聂远再度翻红 事业真正日上的同时 失货方面是幸福美满十足 聂远和妻子秦子月 因为共同出演了2012年版的休记而相识 之后相恋并结为夫妻 2014年5月 秦子月生下女儿 并取名为天天 转眼间女儿天天都已经6岁了 而谈到二胎话题时 聂远在与老婆秦子月一起出去活动时 便公开表示 想要一个猪宝宝 看来夫妻梁已经把二胎提上日程了 那么你们知不知道 其实秦子月并不是聂远的第一任老婆 她第一任妻子 名字叫做王慧 一名叫做杨光 曾经也是一名演员 而且是个大美女 杨光最火的一个角色 应该是少年王里面的白素了 当时才20岁的杨光就演女一号 合作对象还是霹雳虎吴奇龙 很多人喜欢她演的白素 带着一点不是人间烟火的高冷气质 漂亮智慧兼备 和吴奇龙饰演的魏斯里CP值满满的 不但是剧里面的欢喜冤甲 也成为了经典的荧幕情侣 可惜的是这部戏火了 白素这个角色呢 也很多人喜欢 阳光却没能够大红一把 03年的时候 她还参演了当时大爆的奇幻武侠剧 《水院洞天》和《临近传奇》 这部剧呢也是她颜值最巅峰的时候 和陈法荣 蔡少芬同框毫不逊色 而且她的演技很好 哭的时候离话带野 眼神中又带着一点不甘和倔强 是大家经常说的那种 黑化不用靠化妆的女演员 2007年 王辉与同公司的艺人念远相恋 2008年两个人结尾了夫妻 婚后呢 事业正当红的王辉 推掉了片约淡出娱乐圈 结婚之后让太太就吸引了 是不是也是不愿意 太太在这个复杂环境当中 首先 我有这个男子大男子主 演员这个行业 为什么容易产生感情 大家 你想两三个月在一起 我们俩又演对手戏 又谈恋爱 天天在一起 天天聊天 天天吃饭工作 都在一起 那其实我如果说我太太 她也是也在 两个人都是天天见不着面 那就很麻烦 那如果说我们两个人 比如说我在拍 她不拍了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你可以来陪我 虽然不少人对她不再拍戏 感到惋惜 但她却开开心心的 做起了全职太太 直到他们夫妻 共同出演了西游记 念远饰演唐僧 阳光饰演 嫦娥仙子 虽说对手戏不多 但是他们在片场呢 还是很有爱的 只是他们扛住了 娱乐圈的名利诱惑 却没有磨合好自身的脾气 2012年就传出 两个人离婚的消息 念远更是净身出户 将房产等资产 归到了王慧的名下 二婚的念远携手 现任老婆 一家参加综艺节目 做家务的男人 这是念远首次参加 珍恩秀节目 也是首次将她的生活 展现在镜头前 可以说是吸引了不少的观众 从节目中可以了解到 念远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业的人 也是家里的揣手掌柜 只要她在家一天 作为她妻子的秦子月 和秦子月的父母 就会把她伺候的夫妇贴贴 享受帝王一般的生活 虽然看起来很让人羡慕 但不少网友都很心疼她老婆秦子月 认为秦子月的生活 全是围绕着她转 失去了自我 说起来呢 他们两夫妻变成这种相处模式 也是一个怨打一个怨挨 毕竟三观不合的人 不会走的长久 节目当中 秦子月再次迎来一个新的难题 那就是被催生二胎 期间他们的女儿就凶念远 想要有个妹妹 随后念远一句 我想要个儿子 这个时候啊 秦子月试探念远 很多家庭生了二胎 孩子都跟妈妈姓 结果念远呢 直接说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 我们要尊重传统 有 虽然我 我爸就随我奶奶姓嘛 但是因为那时候孩子多呀 我也尊重别人任何人的选择 但我更认为 我们在当下 虽然有很多创新 但是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 我们要尊重传统 我的观点真的良心话 其实是什么不重要 但是传统就是传统 也是让秦子月都崩溃了 念远一堆大道理 观念成就逻辑不通 明明就是大男子主义 却被他上升到了传统美德的高度 吃瓜群政暴笑吐槽 皇上演多了 估计忘了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